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开邮箱阅读五分钟 有趣设计 当下科技净掌握 订阅地址 请见官网 最后 特别向您介绍我们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 购买后即可加入本台会员群 同时获得一枚编号为一的不锈钢会员名牌 以及anyway.meetup线下活动的入场券一张 与其他纪念品 并且可在官网激活我们特别为您设计的X轴功能 打开更加独特的播客收听体验 欢迎订阅 订阅详情 请见官网左侧链接 这个我要读吧 读 19年会员续费已推出 价格会打折 品质和服务不打折 我本来打算如果你不停顿的话 我就只能再咳嗽一下 我还是很自觉的 跟大家播报一下 续费计划已推出 这计划我们在草稿里面应该已经放了好久了吧 躺了好久了 一直没有敢说对吧 就怕别人把我腿打折 根据我的Github的记录显示 我大概在7月初的时候跑通了续费功能 但因为某位同学负责的插画项目到现在为止三个月 你知道有一些东西它是牵涉到一些精神层面的 它不是能够简单的用时间去衡量的 可以可以可以 行 我也同意你这个说法 正好我们今天主题里面应该也有相关的内容 所以说就这样吧 你看我为了去解释这样一件事情 特地做一期节目 而且反正至少你的第一副插画已经画完了 我觉得已经达到了我们可以上线的底线了 万里长征路已经走出了非常正确的一步对吧 反正跟大家隆重的推出一下 经过紧锣密鼓的筹备 筹备方式也就是不停的催利昂 大家也在各种平台里面也看到我催利昂催的 都应该有点烦了吧对吧 好歹我们续费功能终于完成 但是目前会员过期时间在6个月内的朋友们 登陆你的会员中心 应该已经可以看到续费的入口了 如果你对我们的会员计划感到还OK的话 请多多支持 第二年的会员按照我们之前的承诺 就是会比第一年的费用会少100块钱 是249 因为第一年的费用包含了终身有效的会员群 所以第二年开始之后的每一年都是249 249买不了吃亏 249买不了上当 各位相亲父老 这249的内容包括了X9播放期的一年使用权益 同样印有你会员编号的纪念品 以及一本第二年会员周期配色的记事本 以及官网的催更和主题换复功能 其实这点我还挺信任 我本来出于好玩去做催更这个功能的时候 我预期当中它的使用频度可能会下降到非常厉害 大家可能新鲜感过了之后也不会再去催 因为确实推更也没什么用对吧 但事实上它提供的一些额外的功能 比如说预期发布时间等等的 可能对一些忠诚的听众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所以这个功能上线之后的数据反馈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超过我的预期的 没想到大家都对这种安危机功能 不要这样说 废话不多说了 如果你满足这个条件 也就是会员过期时间在6个月之内的 那请登陆会员中心查看你要脱根已久的插画版 然后就立刻点击按钮续费吧 对吧 价格会打折 但是品质跟服务不打折 目前只支持那个微信 如果必须得用其他方式支付方式的 也可以在微信上吼我 好 广告到此为止 好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帮助我台转发传播 让更多可能与你一样好品味的人来到anyway.fm 从录制时间上来讲 我们还在那个国庆长假之中 处于刚刚吃完火锅的一个非常慵乱的状态 我相信就是节目播出的时候 基本上也就是大家刚刚回到这个工作岗位 没有多久的这个状态 对吧 所以我们也不希望说就是在这样一个场合 去说特别严肃的东西 对 事实上我们之前应该备了一期存货了 但是考虑再三我们决定 还是今天可以放手 毕竟要续飞嘛 对吧 当然如果你之前没有参加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会员计划的话 没有关系 对吧 从今天开始 我们的会员是第二年 你就又能够享受到这个打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了 对不对 这种什么推销逻辑 会员服务的费用会打折 但是品质跟服务是永远不打折的 反复强调的sloken洗脑的sloken有点长 现在流行这样的一种就是类型的广告嘛 对吧 什么羊羊羊 对吧 这样我真的谈得挺有趣的 什么知乎啊 什么的全是这家 伯爵旅拍什么 还有一个什么做这种医美的那个像什么来说 心仰 太他妈下流了 我从内心其实是非常鄙视这样的广告的方式的 怎么说呢 他也是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另外一边 对不对 低级的实在是让人觉得佩服 佩服 说回来啊 虽然今天是慵懒 但还是有一个主题的 也算蹭个热点吧 最近有一些比较火的影视作品 我们也想趁机跟大家聊一聊这些 记得我们很多期以前有一期专门讲过电影相关那些内容 对吧 我们那次介绍了一部纪录片 叫那个 你说的是纪录片那期啊 对啊 你说的是哪家 我以为说的是那个 那个 我知道那个 大鱼 大鱼 大鱼也是那期讲的 对对对 我想表达的是 我想表达的是 这个就是 这是我台的一个传统 我台除了就是不断的挖坑之外 也是在兢兢业业的填坑的 对 今天我们想聊一聊一个 也不能说一个电影 一个角色 小丑 然后另外一个话题 其实看似好像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一个是近期比较火的一部纪录片 对吧 一个纪录片的系列 对 abstract 它叫中文叫什么 设计 艺术的设计 还是设计的艺术 设计的艺术 设计的艺术 非常的惭愧 首先我可以自己打脸 小丑 我是打算截后去看的 我打算去澳门去看 然后abstract 第一季第二季 加起来我大概看了四季 结节都惭愧了 两季加起来应该是16季 但是大家知道 我是一个心理素质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好的人 我不惭愧 小丑 没打算看 对 打心里面 说心里话 我没有打算去看 然后 那个abstract 看了一集 看了一集不到 好 那我们先从什么聊起来 那就从我的一个提问开始吧 就是姐姐你为什么想要去看小丑 想要去通过去澳门看这样的一个方式 观赏这样的一部电影 我觉得是出于两个原因吧 首先对于他的 这也不能叫前作 之前的那个小丑的角色 也就是那个自杀身亡 拿大奥斯卡 西斯莱 而且那个西斯莱杰那个角色 那个角色本身我非常的喜欢 这是第一个原因 然后其他小气展开 第二个原因是因为 因为他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 先适应的嘛 威尼斯电影节那个叫什么 金 金师 金师是吧 金师还金棕榈 金棕榈是甘娜的 对 那个金雄是柏林的嘛 对 还有金鸡嘛 还有金马嘛 感觉阿里巴巴可以跟他们去聊一聊 说到哪了 对 从目前的口碑来看 还是非常不错的 其实我一直有一个遗憾 你知道吗 翻开IMDB的那些 影史的排行比较靠前的一些作品 其实没有一部 我是在电影院里面看完的 而是我觉得这是有点遗憾的一件事情 但可能这也不关你吧 是由一些客观影音造成的 我觉得也不能完全这么讲 前十名里面最近的一部 应该就是小丑 之前那个蝙蝠侠嘛 08年的 我看了一下 详细时间 详细时间 我也是后来查的 这个时候我也已经大学毕业了 老实说我本来 我这个人其实本来对于DC的某些形象 包括蝙蝠侠 我是有一些抵触的 所以这三部曲其实 我一直都没有 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抵触 用一句话说 就是我觉得蝙蝠侠的偶像包袱太重了 为什么 虽然他自己身上非常有故事 对吧 比如说他从小父母双亡 然后立志成长的过程当中开始打击犯罪 那我总觉得就是 哎呀什么 你都已经要打击犯罪了 然后还要什么 不能杀人 再加上可能有些电影里面的 给他塑造出来的一些形象 包括动画片里面塑造出来的一些形象 我就感觉 有点虚伪那种感觉 你知道吗 说到这个 但我就会觉得 我就会觉得让我觉得就 那种 大家对小丑 这一部电影 大家对之前西斯莱杰 饰演的 这个黑暗骑士里面的这个小丑 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么感兴趣 投注那么多关注 这个点会让我觉得更加的不可思议 我从各种渠道听到的 看到的这样的一些反馈 这样的一些评价 都是在说 大家喜欢小丑 大家喜欢西斯莱杰小丑 就是因为说 西斯莱杰把他演成了一个 不是那种脸谱化的反派角色 把他演成的是一个 其实是怎么说 内心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个角色 他不再是那种单纯的 这个超级英雄电影里面的 无论是正派也好 反派也好的 这样的一个脸谱化的东西 他是一个感觉 就像是 就真的成为了一个角色的 这样的一种状态 会让大家说 从这部电影开始 他好像就跟传统的那种 超级英雄电影会脱钩了 是这样的一种感觉 但是你刚才提到 蝙蝠侠的带给你的 这样的一个感受 就又为什么会让我觉得 这种矛盾更加严重呢 是因为蝙蝠侠诞生 不就是因为说 蝙蝠侠就是一个反英雄角色吗 这样的 因为我其实不是一个 我不是一个美漫的谜 所以说对于他们的传统 其实老师说 我是历来的发展变化 以及它的起源 其实我并不太熟悉 所以你说的这一段 并不了解 而且包括你前面说的 大家对于小丑的那些感觉 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到 其实也并不是这样 那你也可以跟我聊一下 对吧 因为说老实话 我不care这些东西 而且我 我这么说 可能有些人会非常反感 我其实不太喜欢 希斯莱杰演的小丑 我更喜欢杰克尼克尔森演的 我说说我的感觉 因为我之前我前面提到的 我其实对于美漫的了解 非常非常的少 包括小丑 包括蝙蝠侠的角色 可能我也只是通过一些 以前的侧面了解 甚至一些动画片这种形式 去可能看过一些 但其实真的 有时候多了解 其实我不太清楚 所以说 比如说你前面提到一些 丰富的内心戏什么的 老实说我没有办法参透 而且其实那部片子里面 交代的其实非常的含糊 我们也不剧透了 但反正就是说 如果要复杂的话 肯定是复杂不起来的 侧面又证明 其实黑暗骑士 那个上下集加起来 大概也就没看完半个小时 我喜欢它的原因 倒不是因为 它的内心有多复杂 这个老实说我也不了解 当然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说 之前看过很多很多 类似这种电影 都有角色里面 不管是正派还是反派 还是说路人甲 有很多形形色色的 神经病 上有话叫神经病 之前的那些神经病 老实说我觉得 不是那么的幸福 这是神经病 但是是一个 脸谱化的一个神经病 他可能就是 动作非常的夸张 表情非常的夸张 但是那部电影里面的 那个小丑呢 我第一遍看完 这个电影的时候 大概两三天的时间 我一直在模仿 他的动作你知道吗 然后我在想 我是不是神经病 有这种感觉 是你潜意识里 会对他的某些行为 有认同还是怎么样呢 我其实就是在探求 这个你知道吗 就是我在想 做这个动作的是神经病 那如果我有这个动作 我是不是神经病 神经病这个词 本来就有点标签化 因为小丑这个角色 我觉得神经病 并不足以去概括 但我们现在 我觉得就我们听众 应该也懂 对吧 相对来说 细节的一些举止 让我感觉还挺好玩的 然后就因为我自己 没有见识过这种神经病 我不太了解 他真的应该是怎么样 但是这是第一个 让我觉得 有点反思的 这样的一个角色 觉得好像说 到底神经病 是不是应该这样的 之前看过的 绝大多数的神经病 让我感觉是 这是一个神经病 我不会产生一些疑问 大致情节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 我觉得我喜欢 他的原因就是这样的 反正就是 他的一些表演 可能我也不知道是真实 还是说有深度 还是怎么样 这个我也不太熟 但他让我感觉 有一些回味的地方在 应该是这样的 其实这部电影的影评什么的 我没有看过很多 但是我估计大部分人 对于他这个角色 很好感的一个原因是 他的一个剧情里面 一些处理 我也不剧透了 就是他里面的一些 最后关于说 那个人性的一些捉摸 以及跟蝙蝠侠 在那个PK的时候 他对于人性的一些 参透的程度 以及最后的一些结局 其实是有一些意外 或者说有一些 跟普通的反英雄 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这部分 其实是我猜 可能是影评里面 比较主流 觉得这个电影处理 非常好的地方 但是老实说 我是一个非常浅薄的人 我对于这些 有深度的东西 或者说人性的东西 甚至说对于情节的设置 其实我并不是非常的 我可能更在乎 当时的一些 观影的一些感受 我以前也说过 我也不是一个 喜欢猜剧情的人 所以说我觉得 这部片子最好的部分 还是在于 他当时演了一种 那种感觉 就这样 反正就是频道对上了 对 是的 可以这么说 那为什么 会现在这部 想去看呢 前面就在讨论这个问题 是吧 说回前面 讲为什么要去看 这一部那个小丑 说的第一个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 我本来喜欢 小丑这个角色 第二个原因 就是说我觉得 从各方面影评来看 现在他的 评分还是不错的 每次看电影的时候 一部电影看完 然后包括我 傻傻的作者 灯都已经打开了 但是我还是在那边 看完他的那个 制作人员名单 不管有没有彩蛋 但是我等到最后 电影散场了 我走开 走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是一个 很有遗失感的一件事情 但是我发现 之前的那些 非常著名的电影里面 好多 其实我并没有 亲身参与 这样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就觉得 有点遗憾 希望有那么一部电影 你希望见证他 在影史上 有可能就是 对 有可能这个 看电影的过程 我可能是感动的 有可能是我是在骂 有可能是在享受 也有可能是在觉得 哎呀 去澳门好不值啊 这样的一个过程 其实我想要去体验一下 而不是说 在轻轻松松舒舒服服的 泡一杯咖啡 然后点两下 然后就去看 反正就是 大致是这样的吧 这就是我想去看 小丑的这个理由吧 你刚才有提到 就是说你对于观影的 这样的一系列的感受 对吧 我回忆了一下 其实跟我挺像的 我是那种特别愿意 就是说 我如果看电影的话 我是特别愿意 就是被电影牵着鼻子走的观众 对 我不喜欢猜 我也不喜欢 我明明在看电影 但是我非要跳出他的这样的 他帮我设计的这一套路数 然后以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去分析 我觉得这太没劲了 或者说当年我念书的时候 我有一段经历 是跟这个有点关系 当年就是被强迫着看电影 是那种数镜头的方式 去看电影的 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抵触情绪 我就特别愿意被影片 被导演牵着鼻子走 所以这可能也是一种逆反心理 当这个黑暗骑士系列 那个时候被大捧特捧的时候 我就会对它产生一定的抵触的情绪 我就会觉得 妈的有什么好 有什么好吹的 它不就是个超级英雄电影吗 你就让我把它当成超级英雄电影 看不行吗 然后说到这里的话 我想举另外一个例子 也是前段时间的另外一部 超级英雄电影 在大部分的影迷的印象当中 不是那么的有名 因为它真的是一部 反超级英雄电影 《地狱男孩》 《黑暗骑士》的第三集 第三集已经上了吗 上了 上了很久了 是吗 你看大部分人应该跟我这种反应 是一样的 因为《黑暗骑士》本来就不是 本来就不是DC 也不是漫威这种大厂 它是一个小厂的 我到第一部第二部看过 但第三部还真没看过 第一部第二部 因为又有名导演的这样的光环在 可能受的关注程度更加高一些 然后第三部的话 换了导演 像豆瓣这些地方的话 文艺青年聚集地 对吧 大家恶评如潮 但是我不care 我会觉得 你们觉得不好 老子就要去看 那我就去看了 果然不负我的期望 多好的爆米花电影 多好的反超级英雄电影 太棒了 你尽管说它里面的一些情节 设置不合理 那又怎么样 这不就是一部超级英雄电影吗 你看漫画你会 或许有些人看漫画的时候 也会去纠结于他的一些 逻辑合不合理 或怎么样 对吧 为什么孙悟空可以变超级赛亚人 为什么超级赛亚人变了之后又能变 留给超级赛亚人的颜色不多了 对不对 还有什么颜色可以让他再去变 我管你呢 对不对 爽就可以了 爽就可以了 Hillboy真的是一部非常爽的爽片 而且该片 第三集的该片的导演 虽然没有像 没有像德陀罗这么出名 但是我觉得他拍这部片子是非常合适的 他懂这样的超级赛亚人应该怎么拍 好 我要回去看一下 被我带片了 其实老实说 小丑 我并不是说我不想看小丑 只是说我好像 没有说这么急切的要 对 在我就说 利所能及的情况下面的话 我会去看的 但是让我去花费比较高的这样的一个代价 这样的一个成本去的话 我可能就不愿意了 了解 其实在开头的时候 我跟利昂就讲差了 对吧 当时我提到的是我们之前讲的另外一部纪录片 迪特拉姆斯 然后那也是我跟利昂不算一起看 但反正也是看过的一部纪录片 对 我蹭了姐姐的 其实还有一部系列纪录片 应该算是 其实各大平台上非常的火 对于这个片子 我当时跟利昂的看法是一样的 它虽然在豆瓣上平均非常的高 九点几分 而且跟我们的工作是多少相关的 甚至我们在自己的渠道里面 包括节目的参考链接 以及其他各种平台 我相信我应该 我现在记不清细节了 但我肯定推荐过的 对吧 就是那个Abstract 这个电影 这个纪录片 它其实是网飞的自制的纪录片 今年上了第二季 反正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其实是一个介绍各种门类 设计以及艺术相关行业的 这样的一个科普的片子 但是它每一集的拍摄形式 基本上都会以这个行业当中 一个比较顶尖的人的视角 像类似于传记的形式去拍 通过他的一些日常生活 通过他的讲述 来跟你缓缓地介绍一下 这个行业的一些特点 它并不像迪特拉姆斯这样 这个电影 迪特拉姆斯 他可能更多是拍给设计师看的 我觉得 至少从我的观影体验来说 是这样的 它是对于那些 对这个人熟悉的观众来说 是一个比较有看头的 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但是 Abstract 它其实在面向群体是普罗大众 起到的作用 我个人觉得更像是一种科普 是一种像你介绍 各种不同的设计师 是怎么展开的 这样的一种形式 来讲述的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所以说 它的利益跟拉姆斯 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它在拍摄的过程当中的一些手法肯定也是不一样的 你的结论我很认同 但是你刚才就说在描述这个结论的这些就是过程 我其实不是很能接受 怎么说 我觉得反而是相反的 Abstract 对 不好意思对吧 我一两季加起来 我只看了半个小时不到 第二季的第一集 没看完 但是这么一小段时间 我自己的一个浅薄的感受就是 Abstract它这部片子 普通人才不要看呢 太脱离普通人的认知了 反而是像迪特拉姆斯 只要是你对 只要是你对设计 或者说工业设计 这样相关这个领域稍稍有些兴趣的人 你就能看懂 从你这个维度时候讲 我觉得也对 是这个意思 但是从另外一点 对吧 我非常非常的佩服 非常非常的羡慕 Netflix 为什么 同样的类似的这样的一个 网络视频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提供商 对吧 对 我觉得开始意识到了你要说什么 他们会拍这样的片子 你看国内都拍什么 吐槽大会 吐槽大会就不说了 对吧 我们就说类似的纪录片吧 人生一串 人生一串 人生一串也算是不错了 我觉得 我觉得 Aftract让我觉得很装 人生一串就更他妈装 拿那么多烧烤 有那么多的 有那么多故事呢 对吧 它可能是有故事 但是绝对不是你们 在片子里面说的那样的故事 同意同意 我第二季还没看 第一季我看了 我看了 非常巧 人生一串我也只看了第一季的第一集的三十分钟 是三十分钟还是二十分钟 那我第一季我差不多都看完了 我看不下去 我看不下去 虽然以前的什么主旋律的那个 舌尖上的中国 舌尖上的中国也很装 但是或许是那个时期那个时间点 没什么好东西 其他东西可以看 它装的还是让我觉得挺那个什么的 我还真看了 我还看完了 这方面讲我觉得有点道理 因为舌尖上的中国 毕竟它着眼点比较广 天然地北 而且是各种不同的食材 对吧 你真要掰点故事 有些还真的掰得出来 但是烧烤这个东西就真的 我的感受是这样的 当年舌尖上的中国火的时候 有非常非常多的基于它的一些Coso的东西 去调侃它 对吧 调侃它里面的那些不合理 调侃它里面的那些装的成分 我觉得很有趣 但回到人生一串 怎么调侃呢 没办法调侃 因为全他 不说国内的 不说国内的 再去说那个 再回到 这点我特别同意 我觉得应该不光是这部纪录片吧 应该是Netflix这些年来 因为它现在的背景确实不一样 它确实是需要一些非常牛逼的 独占的资源来充实它的片库 所以说它的确是花了很多很多力气 来做这个的 虽然这个片子两集加起来我只看了四集 但是里面有些东西我还不太喜欢 但是从制作手法上来说 我觉得已经非常的异楼 肯定是 我印象最深的是讲舞台设计的那一集 因为前面我也提到了 我虽然按了但我没看 就你想比如说迪特拉姆斯好了 他其实拍摄手法是跟传统纪录片非常相像的 采访的时候多机位拍一个人 对吧 然后除此之外 用画幻音的形式再拍一些 他在跟作品的互动 日常的工作等等 基本上这些镜头都是不是说它没有美感 而是说它基本上都是非常真实的 就是记录 就像名字所说 它是记录 但是Abstract尤其是讲舞台设计那一集 有可能是因为那一集正好是讲舞台设计 所以说他在拍摄的过程当中 用了非常多的后期特效 这点让我觉得非常的牛逼 这个后期特效倒也不是特别的真实 我印象当中有个镜头就是 那个设计师他走回自己家的时候 他先以上帝视角把那个房子放到了自己家门口 是自己家还是其他哪个人的家 我忘了 看了时间有点长了 反正就是他把那个房子的 那个变成3D模型 就是他把那个房子按到了 他自己房子本来所在的那个街区里面 刚刚按好之后 那个真人啪走了进去 就这样的一个镜头 其实以现在的CG的制作水平来说 我觉得成本可能也并不高 但是这部片 这部短短40多分钟的纪录片里面 其实多次出现了类似的 处理方法 这种处理方法 一般纪录片我觉得不会这么去做的 都是一些真正的电影里面 可能会常用到的那些镜头 在纪录片里面出现了 就让我感觉 确实是在讲一个 可能跟普通人不那么 接地气的一个东西 但是他可能也叛递无聊 所以在视觉上 他其实做了非常多的处理 做了非常多的设计 但我觉得这部分 其实观影体验是挺好的 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片子总体来说 我觉得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这我不否认 我那个半个小时 并不是说我看了半个小时 我就不想看了 而是因为我是利用了 我吃午饭的时间 然后看了半个小时 但其实真的 我觉得拍的真的是挺好的 我当时看的那一集 就是我看的最认真的 应该是第二集的最后两集 尤其因为那集 讲Instagram Instagram那个设计是EM的时候 我还在会员圈里说 这部片子挺好看的 这一集拍的真好 我说一说 我的心里的观影体验 为什么我觉得这一集好 是因为你想想看 在Abstract整整两集 大概加起来14集的片子里面 到手第二集 他他妈终于想起来 还有一个东西叫UI设计 因为这个东西 是跟我自己的工作 是正相关的 当有一天 突然有一个人 在屏幕上跟你解释说 交互设计跟UI设计 跟UE这个词 应该是什么样的关系 包括他手底下的人 怎么样打开那个Keynote 向他做设计提案 这个过程 我当时是会心一笑的 我就想 中外的设计师提案的过程 其实都差不多 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一集的整体的故事更改 虽然是以介绍设计师为主的 但是他相对来讲 有一个大的主线 这个主线是 Instagram改版了 他的个人profile的页面 这其中有profile页面 大家开始 exploration的时候 慢慢收敛的时候 也有包括做最后原型的时候 怎么样 大家去讨论 他的一些交互的细节 动效的细节 这里面最让我会心一笑的细节 就是有两个设计师 在跟老板提案的时候 明显看得出很紧张 在抛出自己的方案的时候 小心翼翼的 说了这个方案的优缺点什么 我就觉得 卧槽 这不就是我跟我老板 提方案的时候 那个过程 神情一模一样的吗 很有共鸣 所以说我觉得 当时看这部片子 还挺有意思的 但是说老实话 就是抛开这些产生共鸣的部分 整体他介绍的一些东西 相对来讲 还是比较 比较泛泛的 所以我会有前面 说的那种感觉 就是这是给普通人看的 而不是给真正的设计师看的 因为它相对来讲 更像是科普像的 这样一个纪录片 原来是这样 那还真的是 我太片面了 我觉得也不能叫片面 而是说 因为你看的那集 确实是更 艺术向的东西 我觉得艺术向跟设计向 本来就是 这是一个 对我可能 我可能一开始 我的感受就是 整部 abstract 他讲的可能都是 因为他叫 艺术的设计 对不对 我的理解可能都是跟 大家印象当中的 这个艺术相关的 这些领域的 这些艺术家 他们的所作所为 有关的这一系列的 这样的纪录片 我觉得当中有一个 有一个点非常有意思 本台的一位群友 也是我的一个推友 你就人为 打个马赛克吗 人为打个马赛克 他是某条 母公司的一个设计师 他当时 也是在看了 Instagram这一集之后 他发了一个感想 我也不敢说 这条感想了 怕马赛克失效 反正就是他 他觉得Instagram 还是一个有企业责任心的 这样的一个企业 我也不好意思去问他 他是哪一个点 但是看完那一集之后 其实我猜想到 他说他是哪一遍了 就是他当中有一 有一段提到说 那个人很巧 那个人 他老爹的名字 应该是在乔布斯的 那个自传里面出现过的 我查了一下 只记得他应该是 名字是叫 Macintosh之父 就是他可能是当时 带Macintosh 那个项目的 但反正我 老实说我已经不记得 那个那段历史了 你可以理解为 是老舒梅切尔 对吧 小舒梅切尔 如今也活跃在 交互设计的 那个舞台上了 小Raskin他说 最早在Facebook 好像那边 就是他 他做开发的设计 其实我不太清楚 我也忘了 他说那个无线滚动 就是他发明的 他可能有这个专利 还是怎么样的 当他发明这个东西的时候 其实觉得是 这是一个不错的技术 但是后来 当他慢慢的成为 Feed流这种 浏览形式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 基础的时候 就是他有一些 不能说自责吧 还是说有一些 自我怀疑 他觉得这样的一个发明 是不是浪费了地球上 非常多人的 非常多的时间 就他有这样的一个疑惑 但是他自己也没有 这个答案 但我相信 这应该是那位 推友非常在意的 那个点 我觉得 然后再说一些细节吧 EAN他刚刚 他刚刚加入 Instagram之后 做的两个 非常重要的项目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他们 Instagram改logo那一次 从最早的 那个 你物化的 那个摄像机 照相机改成了 一个平面化的 一个logo 这样的一个过程 以及跟他伴随着的 一个改UI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非常有意思的一点 就是从EAN到 那个Instagram 负责产品的 那个联合创始人 其实他们在采访里面 都说 其实我们也不想 改这个东西 他们都对之前的设计 其实挺满意的 但是也是为了 顺应时代的潮流 然后去做了 这样的一个改变 这个过程当中 我觉得我也不剧透了 大家有兴趣 可以自己去看 就是去改这个logo的过程 提案logo的过程 也让我 多少有一些共鸣 我觉得 就看完之后 总体来说 我有这样的一个感受 就是 虽然大家做的产品的 日活的数量差很多 你像Instagram 日活应该有10亿 对吧 然后我们的产品 可能日活也就 这个 这个我不说了 反正就是 就相同的角色 其实每天面临的问题 其实是差不多的 差不多 真的差不多 而且 而且反过来说 我觉得虽然你去看 他们的纪录片拍的 多么的成熟 多么的好 虽然他用的一些工具 也比我们可能 可能要好 或者说 在整个的工作的模式当中 会有一些比较先进的部分 但我觉得从产品设计 本身这个词来讲 从至少从片面的 看了这部纪录片之后 我就觉得 咱们中国在这方面 真的是不差的 他们考虑的问题 我们也考虑过 他们的解决方案 我们给出的解决方案 甚至尝试过的方案 比他更多 反正看完之后 我对自己的工作 就更加的有自豪 充满的自豪是吧 对对对 胸口的那个红领尖 又更加鲜艳了一点 很精明 点题吧 点题 但这一集里面 也有一些 也不能说这一集 是整个片子里面 整个系列里面 让我不喜欢的一点 就是说 他的个人传记的成分 太重了 因为我首先不反对 个人传记 那比如说 迪特拉姆斯那个片子 其实他很大程度上来讲 就是一个自传 对吧 但我觉得 Abstract这个剧集 以这种科普向的 这种形式 去介绍这个行业 某一个设计门类的时候 如果你把 个人传记 这个成分弄得太重 我觉得有点不太合适 老实说 片面的以我 看过的这几集里面 来说好了 其实我对舞台设计 这个事情挺感兴趣的 我对于做插画 这个事情也挺感兴趣的 我对于你的工作过程 是怎么样的 每天要处理什么样的事情 怎么样解决问题 我都挺感兴趣的 但是我真的对你爸妈 是不是跟 对你自豪 我不感兴趣 我对于你爸妈 是不是用Instagram 我不感兴趣 他其实里面花了 非常非常多的笔墨 来突出个人 但我觉得 这一点 其实对于这个片子的利益来说 我觉得 可能并不是那么的合适 老实说 这也是我第一季 就没有 当时就没有看完的一个原因 因为第一季 其实刚出来的时候 我也看过 但是就像你一样的 就是我挑了一些 自己喜欢的那几集 但是确实后来 没有看下去 比如说UI设计这一行业 假如介绍了一个 我的偶像 那我对他的生平 真的很感兴趣 那我觉得你把这个人 包装一下 我觉得是有意义的 或许这么说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看的是 标题或者说内容 你就非常明确 它是针对 某个人 某个人的 我觉得没有问题 非常自然 对 但是本来你给你感受 好像他是给你介绍一个行业 对 其他几个行业不熟 但是这几个 我看过的这几集 应该确实是 行业里面比较牛逼的人 的确是可以去进行 个人英雄主义化的 这样的一个塑造的 但问题是 我觉得对于普罗大众 比如说对于我来说 除了UI设计 自体设计之外 其他的一些人 我都不认识 你把它塑造的很高大 很怎么样 其实对我来说意义不大 我真的感兴趣的是 这个行业 这点是我觉得 整个AppStress 带给我不太爽的一点 明白 我也提到 提到我看了四集 然后看完Instagram之后 我又看了最后一集 那个是讲什么 那集也挺有意思的 也是算不上艺术 它是字体设计 是真正的 做字体的设计 从底台的角度来说 是不是更加应该叫做 行行行 就用字形设计这个词吧 就我们讨论这个问题 其实在这个片子里面 我觉得也有讨论 我觉得这点非常有意思 就比如说Instagram这一集 开头大概靠采访了两个人 我记性不太好 印象不深了 他大概采访了两个人 来跟你讲透说 什么叫User Experience Design 因为他这一集的标题 其实是数字产品的设计 所以他的概念更广一点 但他基本上就跟你阐述什么 叫用户体验是一个什么概念 然后用户界面是什么东西 然后还算是比较快的 采访了两个人 就在片头告诉你 我们是做什么的 但是在介绍那个字体设计 字型设计的时候 他其实花了非常大的篇幅 来跟大家说 包括就是男主人自演 那个设计师的名字很难念 我们就叫他Jonathan吧 怎么了 好吧 没事 就叫Jonathan呀 Jonathan他自己 其实花了很长的时间 来跟大家 也不能说介绍 他也自己在自黑嘛 他自己经常跟人家介绍的时候 很多人也搞不清楚 那个书法呀 然后做画体字的那种littering 然后和他们这种字型设计师 以及做字体排版 字体排音的这些设计师 这些的一些区别 这应该也是比较搞笑的一个点吧 他的作品大家非常熟悉 就是那个给奥巴马 做那个竞选字体 Golden 因为之前他们很出名嘛 做了很多优秀的那个作品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纠纷事件嘛 就本来公司的名字是两个创始人 就比如说一开始我们公司名字叫JJ&Leon Company 然后两个创始人 反正因为一些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就闹矛盾了 最后发现JJ 我这个人非常的阴险 Leon只是我这个公司的雇员 我们公司的对外名称是叫JJ&Leon 但是我注册的时候 我公司的名字合同什么 就只叫JJ Company 然后就把你踢开了 当然当然我 因为我自己没有生在这个纠纷上 所以详细过程不太清楚 说错了请大家海涵 但反正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个两个创始人间的纠纷嘛 其实在看这一片子的开头的时候 我当时就在想 会不会整个片子里会出现他的那个合伙人嘛 就是那个叫Tobias的那个 我当时就抱着这样的心思在想 但是出现了吗 而且你听我说 在片子大概三十几分钟的时候 我还很腹黑的想 你小子果然是很有心机的一个人 一句话都没有提你的 你们家那个Tobias 但他最后还是提到了 是在最后讲那个最后一部分讲那个Gordem这个字体 因为这是他们最 应该说是最著名的作品了吧 几乎是最著名的作品 可能不一定是他最满意的东西 但是确实是在美国本土传送度最高的这样的一个作品吧 在介绍这个的时候 他其实还是提到了Tobias 而且也承认了这是他们两个人的共同作品 但是事实上我觉得 他们当时那个事情应该还是挺纠结的吧 应该说 反正他们俩的故事 我会也贴一些链接给大家自己去查阅一下 之前我大概了解这样的一个事情 但是其实细节我不太清楚 然后在准备这期节目的时候 其实我也还是简单去搜了一下 当时到底发生了一些什么情况 看了之后 其实我觉得还是有警示作用的 对 经常去低台录节目 然后又一个人独自采访前同事 的确要警戒一下 我们要开始了吗 如果这样的开始 我又开始说插话了 我心理素质挺好的 没有就是 我已经在各种场合被非常多的朋友 爱扫了 对吧 长话话了吗 话了 但老实说 我是一个很浮黑的人 我对于这一集的主任公Johnson 其实我是觉得有点 我觉得是 他是有兴趣的 好 你说好 是想要结束这个话题了吗 关键是没看过 没有这种临场感 没有这种临场感 我举几个例子 第一 他们家这个公司CEO是他老婆 好吧 第二 这也不能叫新机 而是说 他非常有商业头脑 这一集里面 你知道他和其他几集不一样 Johnson这一集 有个非常明确的主线 就是他在设计一款新的字体 从头到尾 从灵感是怎么来的 到那个过程是怎么样的 然后当中有个推翻的过程 然后跟手下怎么沟通的 等等这样的一个 非常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这个字体名字叫Decimo 剧本安排的很完整 然后完全就是一部去为了PR他的 而且你听我说 而且 Decimo的发布时间 就是这个剧集上新的时间 因为我是订阅他们家公司的那个邮件组的 他们家的邮件组 其实设计的还是比较精美的 他们的设计公司其实人数也不多 字体不是像造字工 他们的字体不像国内一些工坊是走量的 其实相对说是走精品化的 哪怕是细文这种字体 相对说工作量比中文要小 他还是每年可能只有几款 这样的一种量 所以说这是他们应该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点来 promote他们的新产品 就是前几天我正好 就在看这个剧集前几天 我正好收到他们家的那个邮件 然后接下来看电影的时候就发现 哎呀卧槽 邮件组里面讲那些故事 我当时正好念过的 正好看过那些图的 电影里面原封不动的全部出现了 然后电影看完之后又过了一个礼拜 他们的邮件组又来了 你看我们的产品上了Netflix 这个timing实在是非常的非常的牛逼 你知道吗 懂了懂了懂了 反正你刚才讲到这个CEO是他太太 就让我联想起德运社你知道 好吧我又失态了 没关系了道长 anyway就是免成我一贯的原则 那个私德这种事情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们说不清楚 这里也不展开了 我们还是回到 我们不是苹果日报对吧 我们也不是芒果台 这些东西其实跟我们关心的 并不是在一个维度上面的 对回到这个自己设计本身 自行设计本身 我觉得有一点非常非常非常有意思 对不起我反复说来说去就只有那几集 因为我也只看过四集 非常的尴尬 没关系如果你没看过的话 这些节目都做不出来了 比如说那个Instagram那一集 当然我承认就是不同行业的 它的这个设计 以及艺术创作的流程是天差地别的 放在一起对比是没有意义的 但是我还是会有这样的一个感慨 在那个EAN他说 我们要启动一个Instagram的 个人profile页面的重设计 这样的一个过程之后 你会发现他这个过程 跟我日常工作当中的体验 非常的一致 就是老板说我要改版了 目标是什么 底下的人你们去做 然后你们去发散 你们发散了之后 所有的东西搜集过来 我看一看 这个方法不错 这个就有点傻逼 但是你这个想法不错 然后这个方法比较保底 可以尝试看 然后我们现在人力资源大概是怎么样 集中这个方向 好 我们去做一个圆形 最后体验下来 这个不错 好 上线 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过程 就你们发现 就是老板是指方向的 但是其中的一些细节 全他妈不是老板做的 老板就只是来 最后来进行一个质量把关的 可以这么理解 但是在Jonathan那集 做字体设计的那一集 其实它是一个 完全不一样的流程 我觉得这点很有意思 就是DECMO这款字体 介绍一下 就是他们PR的这款字体 它的灵感来自于哪里呢 灵感来自于Jonathan自己 当然片子是这么说的 我们暂且这么以为 就Jonathan自己在 逛一些古董钟表店的时候 他在一些钟表上面 尤其是那些 很精致的那个手表上面 发现了一些很特别的字体 然后他们的字体 因为适用在 你想吧 表盘是非常非常小的一个东西 所以它很适合小尺寸展示 它里面有些非常独特的特质 跟我们常见的字体 都完全不一样 然后它以此作为一个灵感 发展出了一套骨架 可能是一种八角形那种 感觉的那种字体 然后这套字体的一些 非常关键的一些点 比如数字4 比如说其他的一些字母 它的一些细节 都是将它自己手画出来的 它把这些细节画出来之后 然后交给它的手下去发散 设计出一整套的字体来 那当然最后质量还是它把关 但是那我就觉得有一些一点 就是它的这个流程 真的是不一样了 一个是从上而下来 一个是从下而上 确实是不同考验 我觉得这个跟做字 这件事情是有非常大的关联的 对对对 因为字体本来就是一种 各种小细节组成的 你去看他们最后在评论 那个设计稿的时候 也是不一样的 就比如说Ean 他跟你说你这个设计 我感觉好像下面展示内容 有点少 想办法解决一下 然后这个方案 他可能相对来讲 还是更大上面上的东西 你小的细节东西 他也会关注 但不可能 所有东西都是关注 但是你去看Johnson 最后评论设计的时候 你说这个弯度不够 这个弧度不行 这边这个角再出来一点 就关注的更加的细节 完全就是细节 就背后一个人在出你的屏幕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这种对比 就跟我们界面设计师 或者说视觉界面设计师 我们的本职工作当中的两块非常重要的部分 界面设计 界面排版跟图标设计 这个感受非常非常的像 我自己也因为比如说一些原因 我也会去做一些字 我也是做只做字型的吧 但是这个过程 我非常享受这个过程的原因 也是因为说 跟我当年画图标的感受 是非常非常非常一致的 在做这种就是 你抠细节的这种过程当中产生的快感 是做界面的时候感受不到的 做界面会有另外一种维度 另外一种程度的快感 但是这两种快感完全不同 我很久没有再体会到这样的快感了 然后反而是现在在做字的时候 会有这种感受 这也是我刚才有提到说 姐姐有讲到说 在做字型的时候 可能他们都是自下而上的 这样的一种方式 但这个非常非常的自然 理所当然 因为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你怎么保证 或者你怎么去跟别人说 这套字是我做的 对吧 主创是我 这个就很难这么再去说出来了 是的 然后说到这个对比 我也想到另外一个点 其实挺有意思的 这点也是让我有点感慨 就是说在讲舞台设计那一集里面 因为你想舞台设计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学问 牵涉到除了艺术方面的怎么设计 然后还牵涉到怎么实现 然后像现在这种时代 你舞台上面肯定是声光电 各种多媒体要互销 配合起来才能做到的 那其实技术在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是 那个阿姨 那个阿姨她做的那些设计 其实她和她自己的团队 其实更多的还是关注于她的表现形式 它里面的技术 她是不管的 比如说我印象很深 她有一集做了一个场景 是说整个舞台四周是在下雨的 整个过程都在表达说 这个下雨是怎么跟这个话剧配合起来 然后这些雨水怎么样 让她感觉既是不干扰用户 但是又让大家能够身临其境 听到那个声音感觉到在下雨 她就讲得滔滔不绝 然后这一章结束 她最后加了一句 我根本不知道她怎么实现 我觉得这个你提的这个点非常有意思 这个其实跟我们的日常工作 也是非常非常的密切相关的 有意思在什么地方呢 你说 对吧 前几期节目也有提到过 对吧 我们这个行业里面 就设计师与设计师的这个群体之内 或者说设计师跟前端工程师的这样的一个群体之内 我们一直有这样的一个思辨 或者说 这是我们前两期讲的内容嘛 对吧 对 就是到底他妈的是是既会设计又会coding的这样的群体 牛逼 还是就设计设计牛逼到顶的人 设计牛逼到顶的人 牛逼 其实真的没有办法去把它决定性的说一个 所以就像就像小丑一样 你没有办法去把它脸谱化的定义成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一样的道理 我说回答了 就是我前面说到对比嘛 你去看另外一次 那个自己设计那一集 这个就不一样了 他一共才多少人 有一个人专门是python的程序员 就这点让我觉得 这确实是一个完全不同的 这是因为行业实在是差别太大了 他那边做舞台设计 他不可能自己养活整个机械团队 不可能养活一个做电子工程的团队 不可能一个装修队 对吧 其实我的感受 你举的这两个例子是完全一致的 你说 就是数月有专攻 对 对吧 我在我的专业领域牛逼到顶 这样的话 我就能够去影响 把我的影响力辐射扩散到更多的方面 或者这么说 为什么我们崇拜乔布斯 乔布斯他并不是一个 从任何角度来说 他都不是一个那种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士 但是正是因为有他这样的一个人存在 有他这样的 一股有区现实的力量的存在 这样的存在 他影响辐射的方方面面 那些方面 因为有他 才可能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对吧 他不需要自己去coding 他不需要自己去设计 但是有人帮他做 我怎么感觉 今天我的标题应该是乔布斯呢 毕竟今天 从录制的时间来讲 应该是他忌日的第二天 好吧 其实老实说我都不记得 他是什么时候去世的了 因为最好是乔布斯是偶像对吧 但同样他是一个符号 我非常崇拜他 但是我 我觉得他高高在上 他就是一个符号 他很多东西 其实跟我的日常生活 一般来说我也不会记得 别人的生日跟记者 但是比较巧 他的记者就是我生日的第二天 无形中自爆 好聊了这么多对吧 那我们再点题一下 完全不知道怎么点 这期节目录制的这个 初衷是为了什么 让大家欢度国庆回来 慢慢的工作之下 不不不 让大家欢度国庆之后回来 对吧 可以续飞了 我忘了 明显我就是我们两个人当中 没有商业头脑的那一个 对吧 人家可以靠Netflix 去PR他的新字体 我才只能靠顾己 感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 如果想要获得更好的收听体验 不妨尝试我才推出的付费会员计划 详情请见官网 参加了这个付费会员计划的朋友呢 对吧 现在可以开始续飞了 然后你可以在续飞的页面当中 看到我画的插画 是吧 你看 我以前还吐槽什么知乎 在微信里面打开 有无数个知乎APP阅读的按钮 对吧 你看我们 我们现在居然做到了 在音频里面 也能无时不刻的让大家续飞 真是一种充满了这个 人道主义的人文关怀 对吧 同时 每一期节目提及的相关内容 都能在官网上找到 如果你需要联系我们 可以直接在官网 anyway.fm上留言 也能通过邮箱 hello atanyway.fm来信 在微博 推特上搜索anyway.fm 即可找到我们的官方账号 上面会不定期的发布一些即时消息 欢迎关注 同样你也可以订阅我们的邮件组 安妮威有报 订阅地址 请见官网侧边栏连接 我们努力的目标是 让你的听觉更懂视觉 付费会员的听觉 我们争取一定让你更懂视觉 当然你也可以在 各大泛用型播客客户端 网易云音乐 立志fm上搜索 找到我们 两个礼拜之后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